大家我是懒言范范 今天做一道爆炒沙江猪粒 每次做这道菜都能喝半斤米酒 真的超级香 这个是猪舌头 我们这边也叫猪粒 首先把它清洗干净 水开后把火关掉 以后把猪粒放进去烫一下 大概烫20秒左右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把它解压出来 然后把外面的这层白白的舌苔刮掉 清洗干净后把它切片 猪粒算是应断量比较大的一个部位 所以它的油脂会比较Q弹 切好后放一些花生油 盐 白胡椒粉 生抽 米酒 淀粉 把它抓拌均匀腌制一下 撒姜拍扁后把它切碎 大蒜也拍一下把它切碎 现在做一个酱汁 碗中放一些生抽 胡椒粉 胡椒粉 淀粉 和一些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油热后把猪粒放进去 把它炒一下 切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猪粒切薄一点 现在炒的时候比较容易熟 大概炒个八成熟左右就差不多了 把它尝出来 重新起锅放一些油 然后放入姜蒜和沙姜把它爆香 炒香后放入青红辣椒 洋葱和葱段 大火把它翻炒几下 现在大火爆炒还有锅气 然后把猪粒重新放入锅中 接着大火爆炒炒出锅气 然后放一些米酒蒸香 全程用大火爆炒 锅气十足 风又提前调好的料汁 这下翻炒几下就可以了 真的超级香 这样就可以了 出锅 这一道沙姜炒猪粒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猪粒Q弹爽口 再加上这个沙姜的香味 真的超级好吃 不喝上半斤米酒都对不起这道菜 好了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